在民间,东虫下草又被当作名贵的中药材 民间也认为它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究竟是不是? 而且很多人经常不知道如何正确服用东虫下草 或者用错了方法 造成浪费又无益身体 大家好,我是谢医生 这期影片我们来讲讲东虫下草 东虫下草和人生绿庸合称为中国三大补药 东虫下草在完全最早的藏医药学经典名著《药王药真》中记载 清其可以致肺部疾病 随着藏汉文化的不断交流 若用东虫下草的经验慢慢传入了中原地区 就被我们中医认可和应用 公然1757年 我们清代名医胡宜洛 他在本草重生当中 首次用中医术医记载了东虫下草的性能功效 称它为 金瓶补肺益审止协化痰以劳秀 现代研究发现 我们东虫下草含有蛋白质脂肪粗纤维碳水化合物 多种维生素 多种氨基酸 以及铁、链、钙、鲜、蚌、蚌、蚌等 对我们人体有益的元素 若你实现又证明 我们东虫下草有一个调节我们的机体免疫力 增强我们身体素质 研缓衰老 增强内揭养能力 抗肾酸伤伤 抗病严微生物 和平准去谈 增高白细胞等等作用 可能很多朋友最关心的是 究竟吃虫草可不可以抗肿瘤呢? 其实在中医古籍里展示 没有看到东虫下草有抗肿瘤的这种说法 很多人说虫草有抗肿瘤的效应 可能是与虫草素和 喷斯他丁这两种物质有关的 首先跟大家说 很多人将虫草作为 东虫下草的简称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 虫草是指真钓和虫的复合体 世界上多达1500种虫草 其实东虫下草 虫草素只不过是虫草中的其中一种 而且并不是每一种虫草的成分都一样 它们的成分都不一样 虫草素即是三脱氧善禁 最早是1950年 由德国科学家在涌虫草中发现 后组的研究证实了 虫草素是有一个抗肝和抗硬的生物活性 尽管目前虫草素都未成药 不过美国食品药物 即是FDA 它曾在2007年 批准虫草素容易治疗白血病的 臨虫研究 我们虫草素的有毛 或者含量 通常被老百姓当作含量 这个虫草舌质量的重要标准 因为很多老百姓心理认为 东虫下草是这么多种虫草中最名贵的一种 东虫下草含有的虫草数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我们科学家早已发现 东虫下草的虫草数含量很低甚至是不含虫草数 有副提早在2006年在《国际期刊分析法学学报》发文清 东虫下草不含常规高效逆上识谱方法可以检出的虫草数 以往的报道从天然和人工的东虫草里面 检出的虫草数实际这个检测方法是不对的 所以是一种误判 另外有一种叫喷斯他丁的物质被发现是有抗肿流效应的 但是在2011年又有研究组先后完成了 涌虫草、东虫下草和咸花等18种虫草菌的基因组研究 他们发现虫草素的合成机制认为虫草素和喷斯他丁 是由同一种基因组合成的 而且东虫下草中根本是不含这种基因组的 不过即使东虫下草不含虫草素和喷斯他丁 都不能认为中虫下草一定没有抗肿流效应 因为东虫下草可能含有其他抗肿流效应的成分 例如有些科学家在研究东虫下草所含的蛋白 是不是有抗肿流效应 是不是有抑制肿流细胞的增值 不过还需要大量的研究 才会产生高质量的证据 暂时都没看到东虫下草高质量抗肿流的医学证据 虽然这个虫草素和喷斯他丁在东虫下草中是检测不到 但是我们经常可以在人工种植用来冒充东虫下草的 涌虫草中反而含有 有些朋友可能认为 既然说到这个涌虫草可以人工种植 价格又没那么贵 是不是值得买呢? 借医生又提醒大家 其实这两种成分的抗肿原理 本质是干扰我们人体DNA的复制 从而抑制这个癌细胞的生长 但是同时呢 我们的质量大的时候 都会体现这个细胞毒性 那伤害到我们正常的细胞 我们呢 既不知道我们所吃的 蛹虫组中含有多少虫草素 吃多少量才可以抑制这个癌细胞 同时都不知道吃多少才会体现这个细胞毒性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盲目地吃虫草来抗肿瘤的 有些朋友又问自己医生 中医是如何认识我们东虫下草的呢? 中医认为东虫下草 可以寄肾瘤美金 可以温慎壮阳 保肺平喘 化痰主蜉 可用于病效一些体质虚弱的 所导致一个疲健法力 自汗未寒 或者是审溪 所导致的阳瘀为症 或者是腰湿酸软 头云或者有肺虚或者肺腎两虚 之间的一个九级欺喘痰蜉 由于这个东虫下草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自以身提醒大家 下面这些服用方法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第一 我们将东虫下草泡酒 其实吸收瘤是比较低的 泡药酒 将东虫下草放入白酒 或者是黄酒 浸泡一段时间之后饮用 东虫下草的活性成分 只有4%是用于这个月唇 所以泡酒真的太浪费了 第二 直接泡水饮也不好 首先卫生也不可以保证 因为东虫下草的表面 可能附着了很多寄生虫 增盖泡子 这些东西我们下肚子 可能会影响我们人体健康 所以我们只有经过先进的消毒技术处理 才可以保证卫生 而且东虫下草 跟我们茶叶西洋参久几不同 我们茶叶西洋参久几 这些都属于植物 而我们东虫下草 是属于昆虫动物和真菌的蕴核体 很多有效物质是属于大分子 是很难用解的 第三 我们磨成粉饮 照样也是吸收不高的 现在有很多人 他喜欢将东虫下草的磨成粉末 然后用葱水来服用 其实这样也不卫生 而且我们物理粉末 对东虫下草的物质结构 是没有实质更改变的 所以他的吸收效果是不好的 有朋友就会问 那自己起身 那东虫下草转饮食比较好呢 其实不少人都习惯将东虫下草 用来煲鸡 或者煲肉 但是这样除了品尝不出东虫下草 天然的滋味之外 还会因为烹饪的过程中温度过高 细细的营养成分被破坏 对我们人体所起到的保健功效 都会大打折扣 长时间的高温蒸煮 容易破坏 从草中珍贵的营养元素 线金、合金等等 而且想前面试日营养 我们需要将整只鸡吃就可以 这样是不方便的 如果我们要将东虫下草 和其他中药一起煎服 我们最好将东虫下草单独用小火煎一个钟 然后再混合到其他快煎的中药药液之中 以免它有效成分被其他药渣吸附 当然不管用哪种方法 都是将整个东虫下草 整一条都吃了 其实用虫草煮水荡茶饮 是一个调养身体比较好的方法 虫草止水的营养力用力高了很多 喝虫草水就像喝功夫茶一样 首先我们选用一个透明的玻璃水糊 玻璃不要像紫砂那样吸收营养和味道 更不要像其他材质、器皿一样 产生发酷反应 同时我们还要观察湖中虫草水的颜色变化 我们一次放入虫草 这样就看个人浓度的喜好 或者自生的经济能力 一般来说我们虫草 一次要煮六到十分钟 主要用文火 不要用武火 我们煮法的时间要短 水开了之后就立刻喝 边喝边添水 在虫草中颜色最新的时候 是营养最丰富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水一定不要浪费 通常虫草水会经历一个由淡到浓再转淡的过程 而味道比较绵长 在虫草水变淡甚至是变成白色的时候 就不要喝了 可以将虫草一次过入掉 一壶虫草水可以喝到至少半个钟 天水四到六次 最后提醒大家 虫草对很多朋友的作用 是涉中送炭 不是錦上天花 我们盲目进步 可能会引起上火 过量服用 就会导致一些 身方气短繁躁 面部红斑 或者是四肢浮肿 东虫下草 还有少量出入我们身体 生殖器官 发育的激素 所以儿童不适宜 也会过多忍用东虫下草 如果我们人体健康 我们也没有需要服用东虫下草 因为毕竟都是中药 我们盲目地服用东虫下草 反而对我们身体不利 所以服用前 一定要向中医师咨询一下 多谢大家